看完电影一起来喝茶 瑞瑟香超过了600公顷的文旦又圆 目前文旦又花怒放 不仅是带动了在地旅宿赏花体验 从十多年前 无喝台地茶浓 以新鲜又花 做顶级的春茶 烘焙的又香茶品 茶汤回甘 带有又花的淡雅清香 就连男性也都相当喜爱 由于是当季限定的茶品 市场是供不应求 近几年 又花茶产值行情也跟着看窍 拥有记载中的大叶乌龙茶 茶浓吴美玉 在以今天早上先采的文旦又花 分层叠放的来烘焙 精准掌控又花香气与茶巾 一慢一快的时间差 完美制作出淡雅清香 后韵回甘的又香茶 一般男孩子就是很喜欢 而后来我发现 烘了又花以后 好多都市人 像更喜欢那个 又花加乌龙下去 可能他们会觉得这样 喝起来有 疏压的感觉吧 因为除了原先的 就是回甘 跟香醇外 还多了又花 相较于多数茶浓 以蜜香红茶为基地 茶浓吴美玉 独中大叶乌龙茶 在口腔化开的茶汤浓郁甘甜 红云回甘之际 又又带出典雅的又花香气 层次丰富 就连男性也都相当喜爱 由于是当季限定的茶品 市场供不应求 茶浓吴美玉也忙着 跟又花开的时间赛跑 盛开的时候它是很香的 稍微微雕的话 它味道就没那么OK 所以在采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每天采 它微雕的跟新鲜的会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是要每天采 所以又怕下雨 所以就要抢块 在花还在树上盛开的时候 赶快采下一下 三月文旦又花开 五颗台地茶浓 追花制作限定的又香茶品 二瑞瑟香农会也为今年八月中秋 文旦又的展售推广工作开跑 尤其20号即将登场的文旦又花路跑赛 设置的补给站也全都是文旦又加工品 其中又香茶更是不容错过 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又花追香路跑 那即将启动 那这一次的活动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当地的农友研发出来 非常多的这个又花的相关产品 那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又花茶 那因为又花茶它是季节限定的一个茶品 所以过了这个季节之后 你想要喝想要买都买不到 所以我们要呼吁所有的这个消费者 能够尽快的到我们五颗台地来 趁着这次又花路跑的活动期间 到我们五颗台地来品名 好好的品尝我们的又花茶 从十多年前 茶农门摘取文旦又花烘焙又香茶品 三月限定产量有限 年年供不应求 近几年又香茶产制行情也跟着看涨 接着是欲蓝瑞瑟采访报道